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大家总是觉得国产恐怖片很垃圾 殊不知道,美国有一家专门喜欢拍鲨鱼电影的公司 并且总是推出一些不怎么恐怖的恐怖片 美国恐怖片其实是有公式的 它们不像亚洲恐怖片一样会制造悬疑的氛围 而是通过血腥和暴力来制造恐怖 而美国恐怖片很喜欢用怪物来完成恐怖这个环节 今天就像一个由五头大鲨鱼来完成这个使命的电影 夺命五头鲨 除了恐怖元素,还一定要有帅哥美女 这样才能更加的中口味 一个帅哥拿着相机再拍几个泳装美女 这时,海面上出现一个东西 把它们都吃了下去 顿时,船上只剩下飞溅的血迹和一台相机 说实话 这个鲨鱼看起来像是一个蓝色的大巴掌 一巴掌就把一群人从船上拍下去了 莫名有点习感 警察们从残留的相机中看到了一个四个头的鲨鱼的照片 哎,不是五头鲨吗? 怎么只有四个头呢? 别急,一会儿给你解答 警察们带着海洋生物科学家一起下海查看情况 在船上,一个黑人小哥不知为何站在了船的边上 这群人应该都没有看过恐怖片吧 不然,他们应该知道 单独行动的人在恐怖片里是第一个领便当的吧 总之,黑人小哥死后 他们开船回岸上 带着更厉害的鲨鱼专家来抓鲨鱼 他们也没有抓住 反而,两个警察被吃掉了 之后的剧情呢 都是为了体现鲨鱼有多么神勇 比如说,鲨鱼从海面一跃而起 把天上的直升飞机给咬了下来 而且还冲到岸上 在岸上打开杀机 我的妈呀 这才发现 原来鲨鱼的尾巴也是一个头 怪不得叫五头鲨鱼 最后,鲨鱼专家和鲨鱼斗智斗勇 用声标标记 再用刺杀式袭击 炸死了鲨鱼 鲨鱼被炸得血肉模糊 专家竟然活着回来了 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烂片结局 个人英雄主义 一个勇敢的大叔 靠着聪明才智和英雄武力 拯救了所有人的故事 这部电影让人看得很尴尬 全程找不到什么戏人的点 鲨鱼长得不太恐怖 甚至长得有点像一只手 还有那么点可爱 里面的血腥净头也一般 鲨鱼一口把人吞下肚 看不出什么很恐怖的感觉 而这鲨鱼的飞天遁地的神力 甚至让人感觉在玩游戏 即扼杀 这是一款你可以操纵鲨鱼 在一片海域吃人的游戏 而且你还可以跳起来 到沙滩上吃人 把船咬烂 跳到天上吃飞机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就在想 这部电影难道就是这个游戏的升级版吗 而且更加让人无语的吃 同系列的电影 还有夺命双头杀 夺命三头杀 现在是夺命五头杀 杀头的鱼一步比一步多 但是一步更比一步烂 除了鲨鱼的头变多了 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